精緻的澱粉其實是指食物經過加工之後去除了膚脂 令口感更好 我們一般經常吃到的白麵包、粟米片、炒麵或者白粥等等 其實都是屬於精緻的食物 精緻的食物一般都是屬於較高精糖指數的食物 容易導致血糖大上大落 亦有研究顯示長期食用的話會增加患上糖尿病的風險 除了影響血糖之外 亦都可能會導致血液中的3G金油酸的水平上升 影響我們心血管的健康 攝取過多的精緻澱粉其實在體內會轉化為脂肪而積聚 所以譬如關注體重或者糖尿病的人士都不建議進食過量 如果不想吃白飯的話 亦都可以選擇紅米或者糙米 因為他們的升糖指數都較為低 除此之外 膳食纖維亦都較高 有助促進腸道的健康 同時對減肥也有幫助 如果想自製非精緻的早餐的話 可以嘗試煮over night oat子麥杯 很簡單的 只要用適量的燕麥 低脂的牛奶 配合水果 如果想令到纖維量增加的話 可以加入一些奇亞籽 和堅果的話 會令到營養滿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